七八十萬 那個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四五十平均就夠了吧 喔四十平均夠了 不用買到很大吧 然後叫我去看 嗯 他說 爸爸會幫你住 哇 寶寶運度什麼 對不對 對 太嚴重 你去跟這座單位說 你去反映一下吧 我怎麼知道 大哥有做什麼小孩出生 要包什麼兩百萬這種 沒有 或是你說會給你一個房子 就是買房子就要靠緣分 要緣分啊 而且我要買得近 所以要走 而且現在房子真的很貴 對 很貴喔 很貴 北投耶 七八十萬一平 出去一點一百萬 我住東區叫他 我住北投幹嘛 七八十萬 沒有 沒有 那個太貴了 真的太貴了 一家三口 四五十平均就夠了吧 喔四十平均夠 四十五十平均 那我叫我去看嗎 嗯 他說 爸爸要幫你求一點 哇 他不想 他不想 不是我不想 是要等我生完 然後恢復身材再辦 不是我不想辦滾六十 都不剪掉一次 我之後懷孕之後會更大 肚子會更大會更胖 因為現在只是初期 初期而已 對啊 所以這個寶寶也是在你們計畫中 這樣懷孕嗎 不是 不算是 不算是 就很蠻意外的 蠻意外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 特別放 對 瞬即自然 對 所以就會覺得這個寶寶 可能跟二姐有什麼特別的緣分嗎 可能就是不想讓我受苦對不對 因為 好像動黑刀一直打針啊 開亂身 就是很痛很辛苦 然後他可能就是不想要我辛苦 就突然就沒了 就自然說 而且他有弄不到 他有弄不到二姐 是很清楚的 全家人都沒有遇到他 只有他 喔真的啊 只有他 因為他夢到的是 年輕的二姐 就是 就是 他不認識年輕的二姐 可是他講 形容得出來他的樣子 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真的 他夢兩次 他夢到他帶這隻狗回來 是 加拿大陸的時候帶回來的狗 他沒有看過 喔 他照片也沒看過 他說我看到一隻很像 呃 乙的 我們又嫁到另外一隻 黃金列犬 可是另外 我們從加拿大陸回來 是大的黃金列犬 他說我看到一隻很像乙的狗 然後是很長 然後二姐就見過來了這樣 嗯 所以說這個 他是真的 照片上去選 第一次是真的 嗯 他在天上 然後再 然後再保護我 嗯 而且幾期之前 就也很疼柔柔嘛 對不對 他非常疼柔柔 嗯 對啊 我實在是他包包 我就是 對牛子下 哈哈 丟我包包帶 嗯 那我就是 會特別去跟二姐 報告這些喜事 有講過 有 我有去 他沒有去 然後懷疑就好 哦 對對對 雖然我只是 幾歲就好 還是靈可 還是靈可性其有 嗯 所以你有特別去 看二姐跟他 說你也要 你要結婚當爸爸了這樣 對 對 他應該很欣慰吧 我感覺就是 我去看二姐都會 其實到他裡面還是都會 嗯 嗯 都會很困 那你雅萍姐現在 比較會出門的嗎 對 媽媽那些 嗯 情緒比之前好一點 發覺有這麼多 小孩之後 他好像有一個 生活的重心 對 現在就期待寶寶出生這樣 對 有天 有夜 也有 有空 有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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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天 有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